Hello 大家好 沙仔 現在早上6時 通常沙仔只有下午 很少這麼早 這麼早就即是昨晚沒睡 熟悉我的也知道 之前噪音其實是持續的 只是細聲了 但依然是1時 3時 吵 不同的是以前戴著耳塞 都會嚇醒 現在戴著耳塞 都聽到 但未知會嚇到 我初初以為他改善了 不戴耳塞 結果是不行的 我現在是半躺平心態 已經不但求他 他懂得做 不擺設 但求我知道他發生甚麼事 有些甚麼事 是日後不能做到 是晚上才能做到 凌晨1點 凌晨3點才能做到的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求管理員能夠滿足我好奇心便可以了 即快 即快 現在是13號 即快 即快 7月1 但林鄭是很成功的 放病毒進來 某程度上是成功了 我記得昨天八百多單 前天都八百多單 我記得我早幾天拍片都說 一定會繼續升 因為其實這些是很有趣的 你不跌便會升 是不是 你不要說永遠保持五百多 很難的 即是 你永遠保持五百多 其實是難過你升和跌的 那我當然就 不是想病毒升 但其實這個是 看到的小 原因就是 你五百多單的時候 你是不是那些人已經進入隔離營 不是的 你已經接觸了那些人 他根本就未知 因為你是要差不多一兩天 即現在兩三天 叫快 你才知道 那你這兩三天 你已經接觸了人 變相你已經在散 所以你只會有上升和下降 那現在當然是上升趨勢 因為你現在看到外來輸入的 都是增加了的 那你外來輸入 你截到的就八十幾個 你截不到的呢 因為現在新的那隻 Omicron變種的 那隻BA1點多 還是多少的那個呢 它的所謂的潛伏期 是比Omicron長的 那七天呢 基本上是 截不到的 它現在截到的 就是剛剛在七天內的那些 但七天後那些怎樣呢 難道你會覺得 有些當然很乖 我發現了 那你已經在接觸你家人了 大家知道香港有多大 你家居隔離 難道我一個人整個房子霸散嗎 除了這件蛋閃之外 正常你都是和家人住的 你家居隔離 那你隔離你 那你家人是不是被隔離那個呢 如果你是和家人住的 你隔離在家 你家人又可以照外出的話 那你就一直在散病毒 有什麼分別 又是走之前那條舊路 所以大家 大家自己看路 我已經是罵到沒有氣 大家自己看路了 不過我想現在最尷尬的 最緊張的 當然不是醫護界 有心做的醫護 當然也不論到他緊張 最緊張的就是紀律部隊 警隊那些 如果真的 習主席下來 就算習主席不下來 都會有一些中央的高官下來 那他也要保證他 人身安全 保證他不給病毒感染 不能保證 但是盡量避免 這也是一個難題 大家會發覺可能會蒙了一些 因為鏡頭應該有少許下氣 不是較軟鏡 是因為大家知道天氣熱 它應該有少許下氣 大家將就 可能看起來 莎姐會更漂亮 所以其實現在很尷尬 下來好還是不下來好呢 行程就定了 我覺得 都要看完最後那幾天 最後那幾天 應該再看完這個星期 如果真的爆得厲害 真的可能會停止了 我們就不要推測了 這些東西就交給 當然不會交給香港政府那些衛生局 其實是交給內地的專家 去評估這個風險 習主席下來的時候 會不會風險很大呢 這個就會由內地專家去評估 就不會輪到我們香港那些 所謂的專家去評估 好了 7月1日 大家都知道 比加超就會上任 其實有些人說 你看看比加超 她的樣子是奸的 當然有些是敢吹的 我自己也覺得 這個是否無聊了少少的 提外話呢 因為其實你怎麼看那個人 其實很看你 怎樣去覺得那個人 如果你是喜歡那個人 你會覺得漂亮的 如果你是討厭那個人 你怎麼都是看不順眼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見過有些人 他是漂亮 但總是覺得不順眼的 我自己是很奇怪 我喜歡那些人 明星那些都是 有些人就是 因為他喜歡那個人 而覺得他很厲害 正如有人說 周恆彤是女神 我就不太會欣賞了 那他 有他的獨特審味 總有人 總有人有些 特殊的 審美眼光 是高於我們一般正常人 那我就是一般正常人 我不是太會欣賞 我的程度比較低 就是不要賴你們 所以有些人說 比加超好 我亦都這樣說 第一就是 你的心態是怎樣 你就看那個人的樣子是怎樣 第二 奸 不是定下來的嗎 喂 不奸的話 怎樣在這個 社會洪流中 搏鬥啊 怎樣可以上到這麼高位啊 你問我 南盜中央那些人 他沒有手段嗎 他都有手段的 你問他 如果你說 手段辣 或者是手段強硬 就叫做壞人的 那這個世界很多壞人 你美國只是大把壞人 因為大家知道 要上到他的那些位 你一定有手段 問題是 他的手段 是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為國家 是不是為你們的福祉 我自己覺得 只要能夠 令到我生活好 為國家 令到大家 天下太平 那我又覺得 他用手段上位 又不是一件 什麼事啊 喂 你要知道 一個 難道你要一個 沒有手段的人 坐高位嗎 你真是找自己 他連自己都保護不到自己 怎麼保護你啊 而且 任何機構都是的 有手段你才可以上去 你就算即場也是的 你看到這條彈閃 你看到嗎 長期是在蹲蹬著的 即所謂的蹲蹬 就是 上不到位 因為我沒有手段 又不會擦鞋 你不是應該說 我不是沒有手段 要手段的 薩姐都有 不過薩姐不喜歡做 亦都不懂 不想做 又不會擦鞋 又沒有手段 又沒有拿手段出來 那怎麼辦 長期是這個水平 難聽一點 如果不是薩姐 手藝夠 一早就已經被人 扔到谷底了 就是因為手藝夠 所以才可以保持這個位置 又不被人踢走 又找到一口飯吃 如果不是薩姐 那樣直的人 一早就萬箭穿心 死了 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問題 手段也好 怎樣也好 它只要能夠 令到大家開心 大家生活得好 那有什麼問題 橫道義是沒有手段的嗎 沒有手段的 純粹林鄭 就被下面的人玩到自己 有什麼用 你想想 陳肇始的 有什麼用 霸工救港的那幫醫護 最後怎樣 就是那天沒有上班扣糧 現在他在霸工 他說得明你霸工 而他又真的做 你只是扣他那天 你沒事吧 你不積炒 你這樣不會有效果 那之後就更加玩 你不積炒 我擺明霸工 你也是扣我 其實這些是要殺雞儆猴的 你情愈 殺了那些醫護 之後入職的人 就知道 不可以玩這一行 所以才導致黑醫護更加猖狂 你想想 爆眼淚那壇 我當醫生護士不知道是流 其實早就知道是流 難聽說話 護士、醫生可以找檔案來看 找不到嗎? 一定找到 整個醫管局的系統通 你去哪間醫院 他都找到你的病歷 不會找不到 譬如我去 說他都找到我 在難打掃的病歷 他都知道我有情緒病 他整間醫院找到 他怎會找不到 找不到這些 但問題是他要做事 他們要做事 你想想想 每個人找個沙布遮住眼 那為何 醫管局不做事呢? 現在醫管局常說 我們很衛生市民服務 那白宮夠港叫為市民服務嗎? 遮住眼睛這樣 叫不帶政治立場嗎? 所以他們的手段不夠 他們是容忍 或者他們根本就是 不想做事 那如果手段夠的 可以壓制得到他們 那我又覺得沒問題 正如你問我 那時候鄧炳強先生 一上任做一哥 的時候 他的手段是很夠的 我告訴你 簡直是有點辣 不單可以改了一個標誌 令到軍心大震 兼且可以令到警員 能夠積極 在此恥暴徒 你問這些是什麼? 手段 是否壞事 絕對不是壞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 無論是什麼人 他有手段總比沒有手段好 而他的手段只要是能夠造福大家 由得他去 你不是想著一個 還是天真的 人做特首 是能夠搞得到香港 現在這個勢一定是用手段的 爭載的手段 會不會過態 手段是恰當 還是手段只是對於壞人是有用 對於我們這些市民是沒有影響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做一般的聲鼓市民 基本上你的手段 你做足你自己的事 基本上你的手段就不是壞事 就像現在這樣 要打齊三針才可以入食肆 我一早已經打齊三針 我根本上就不需要理 林鄭月娥說要打幾針 什麼時候開始要兩針 什麼時候要一針 什麼時候要三針 我根本就不需要理 因為我一早已經打齊了 我唯一最頂不住 就是我的死日安心出行 那次不知為什麼 壓針是做不到 就是政府的問題 是創新科技股的問題 那我唯一擔心就是這件事 其他一般的聲鼓市民 像我那樣做足手法 你基本上 無論政府有什麼策略 有什麼事 基本上都不關你的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安心一點 我又不覺得李家超會有什麼神一般的能力 她都是一個正常人 但正常人已經很足夠 你要見我們之前那些 林鄭 她當然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正常人 她是IQ很高的 所以想完這些事 都不是我們正常人能夠理解的 那我們就不要理解了 我們就找一個正常人 讓我們可以理解到她的正職就算了 那這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